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9月5日 今天是星期一 我們這一節一起和大家研究一下 就是最新共產黨的謊言方式 他 說謊 大家都知道是相當厲害 但是 龍門繼續搬來搬去 最終你會發現 就是你和他鬥說謊 鬥揭露 也不是辦法 因為他其實 真的甚麼謊言都敢說得出 到最後 不是清不清零政策的問題 根本不是防疫不防疫的問題 你信不信 其實內地 那個防疫 打針的比率會高得過 像你現在香港那樣呢 如果你覺得 國內號稱有十幾億人口 打針的比例比香港還高的話 坦白說 你應該 去看一看醫生 驗一下自己的腦就有沒有問題 香港 不用說 一味就跟你說 要看看內地的情況多好 你看一下 過百萬人入面 感染人口只有幾個 跟你說到 情況相當良好 你看到港共政府 來來去去就是叫你打第四針 打第五針 然後又說西方世界就躺平了 我們不可以躺平 問題出現了 內地 段股 接種疫苗的人口數目 沒有可能高過香港了吧 既然是這樣 為甚麼你不學中國內地的防疫方式 要去學習 西方世界的防疫方式 要去 要去人打針 要去逼人打針 還要去逼人打針 還要去打第3針 第4針 第5針 第6針 第7針 第8針 簡單來說 中國大陸 從頭到尾 對於防疫也在說謊 香港那群港共官員 對於香港的防疫問題 從頭到尾都是在說謊 但是問題是 他們兩個說謊 不是同一個謊 大家說謊 根本是互相矛盾的 所以就出現了這個 內地和香港的防疫政策永遠都不會接軌的現象 內地 就叫做強制封城 說錯了 現在叫做 城市 運行正常才對呀 不再叫封城了 封城的字 已經被污名化了 所以現在 叫做 全力保障 市民生活秩序 深圳市 深圳城市運行正常 這個就叫做 新的口號 叫做運行正常 不知道你香港什麼時候 運行正常呢 當然啦 他的所謂 運行正常四個字 要用豁胡豁起 他的所謂運行正常 結果是什麼呢 我們繼續跟大家說下去 我們繼續說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堅持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所以總共是三個頻道 記得 真的要訂閱 請大家 真的聽著 免費模式比較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多些運用免費模式 打開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無限大發 有閒錢 有人問我是否真的聽眾那麼窮 我們真的有些聽眾是很窮的 別說人家窮 人家是比較結據的 可能 身家不多 香港也有很多基層市民 基層市民 本身我們不想增加你的負擔 所以 是很正常的 香港本身是一個多元社會 我們 就是有一個那麼大的群體 那麼大的聽眾群 所以不同的人都有 當然我們有些聽眾很有錢 有錢到可能好像袁爸爸那樣也不頂 但是 百分比一定是低一點的 你按照 香港正常的人口分佈比例 你大概就會知道 始終 是比較基層的人 一定是佔多數的 我們的經營方式 一向也是非常之左翼的 我們的經濟光譜相當之左翼 我們希望大家是均富的 所以從來我們收費模式 都不會選擇誰給的錢多 就聽得最多 那種模式 我們是最 不prefer 我們最不喜歡這種模式 我們就是不想 有錢人可以聽得多一點 沒錢人就沒得聽 雖然很多節目 看上去叫做免費 但是實際上大家都知道 資訊 是永遠是有價錢的 其實 這就是我們不喜歡的地方 我們就是不喜歡 你有錢 你就可以有多一點資訊 你甚麼都沒有 你只能夠獲得更少資訊 所以如果你真真正正相信公平 跟共享的話 是要身體力行去做 就不是 甚麼都靠了 甚至乎是靠了共產黨 以為共產黨所有東西會均富 從頭到尾都在騙你 所以 這種思想 已經融入了我們生活 也融入了我們的所有運作方式 最新就是深圳的情況 深圳 就是 徹底指鹿為馬 現在 他說要保障市民 生活秩序 聽起來是不是很開心呢 我們的生活秩序 能夠得到保障 深圳城市 運行正常 如何正常呢 如果你按照 深圳市市政府 衛健委公佈 深圳的內容 你真是以為 深圳一切如常 完全沒有清零政策 又或者 就是封城政策 他們現在越來越 說一套 做一套 大家生活在徹底的平衡時空裏面 以往的中國大陸 這幾十年 改革開放 賺到錢 甚至乎 有很多人 發達 成為了暴發戶 他們的 生活 過得很好 經常有一班人 包括香港的藍絲 經常都說 你有錢 回大陸 你可以做皇帝 你在香港甚麼都做不到 他們 這樣想法 覺得 只要有個湊錢 就是做甚麼都可以 每樣東西都很方便 在大陸的方便 不是因為 大陸才有 因為香港就有自己的很多不同的政策 使得 有很多事業 沒有辦法進行 所以香港 有一大堆人一直都當澳門 深圳就是香港的後花園 他們有錢 回大陸任意消費 這件事使得深圳的經濟 一直都相當之好 原因 最主要是因為香港人有錢 香港 其實是帶動了整個深圳的經濟 現在 還能不能夠這樣 你想一下就知道 現在深圳 絕對不像官方所說的 運行正常 網上有大量的 資料 透過Twitter 就是翻牆的內地人 就是把 深圳的現實情況 呈現給大家看 我描述給大家聽 我們也不會播放那個影片 我們看到 深圳 在馬路上 連汽車 都被清零 最根本原因 就是因為深圳 根本就是被徹底封鎖 所以 影片顯示 根本 整個深圳 就好像死城一樣 深圳的人口 是相當之多的 其實是拍得住香港 甚至乎多過香港 只要真的回到深圳的人就知道 深圳的人口相當之多 但是深圳 一個那麼大 人口那麼密集的地方 居然他的街道 他的馬路 可以被徹底清零 你可以想像到 到底市面的經濟 到了一個甚麼狀態 你又可以想像到 到底 那個不負責任的政府 會不會關心那些 失業 沒有供返 沒有收入的人 你猜他們會不會有退休保障 有生活保障呢 你想一下就知道 連香港政府 庫房那麼多錢 封鎖 你 葵聰邨 我忘記了葵甚麼了 總之就是葵聰那邊 大窩口 應該是大窩口 應該是葵聰邨 封鎖的時候 你不能上班 他說叫你的僱主 忍釀一下 叫僱主幫你埋單 誰會幫你埋單呢 肯定不會的 你可以想像到 深圳整個被封鎖了 所有經濟活動停止 人們不給上班 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真的覺得 人們有飯吃嗎 肯定是沒有的 所以他就知道 封城那兩個字非常難聽 所以他現在 就不叫封城了 改為 叫做城市 運行正常 所以你以後一聽到 正常啊 一切正常 城市運行正常 你就知道很嚴重了 現在內地 更改的 不是他的政策 他更改的是政策的名稱 香港也是一樣的 香港他不叫逼針 他跟你說 就是叫你打多幾針而已 總之 搞來搞去 跟你搞不是叫健康馬 我們叫紅黃馬 一看到你黃馬 就把你拘捕回竹高灣 什麼時候出得回來 沒有人知道 他改了名字 你就當政策不存在 所以我們一早就說 你對付 中共和港共 你一定要看那個substance 即是裡面的內涵是甚麼東西 不可以看表面的標籤 如果你跟你說標籤 你一定會死定了 反對派呀 民主派呀 每一個人都給你一個最負面的標籤 反中亂港呀 黑暴呀 暴徒呀 恐怖分子呀 騙子呀 人血饅頭呀 說你們的時候 他們就會用 最負面的字眼 他們自己正在清零 整個經濟崩潰了 他就跟你說 城市運行正常 所以 跟他 鬥嘴巴 真的不是辦法 如果你問我 最佳的辦法 真的一定要消滅共產黨 歐洲是知道的 尤其是 跟前蘇聯的國家 正確一點來說 他們不是跟過 正確一點來說是被蘇聯吞併過 的那些國家 他們知道 共產主義 猶如病毒一樣 今天 連深圳 這樣的一線大城市 都遭受這個鐵拳無情 剪壓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了 我們下學主義 我們下學主義 為了 我們下學主義 各位 拍手 我們下誤